各位早晨 欢迎收听到《芒向早晨》 节目开始前 不好意思 先介绍一下 这里有我在纽西兰的仪德台仰 另外也有在纽西兰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在加拿大加产生 大家好 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刚听可以给个like 最好share朋友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不用钱的 继续壮大中立目色的力量度 宣揚和平理性的声音 这一节这么早我们先说些什么 有人说我跟人口水尾 我看日子我们从来都不跟人口水尾的 很多时候我都是先说的 包括李君雅 是我们最早罵他没礼貌的 就是无天下之大不慧 罵李君雅是我们先做的 还有李先生 李先生 大妈撒的首映 又是我们最早说的 无天下的大不慧 说一些事实出来 是我们最早说的 就是说我们吃人口水尾的人 希望他不要再在那里散布这些谣言 如果是这样散布这些谣言 我其实在考虑 三个谣言我都应该禁止了 不可以再在我们的频道留言 因为他说这些谣言 不会很多人看得到 但是我觉得是影响大家 希望清了些谣言 大家在一个没什么谣言的地方生活 会比较好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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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ず Wel references 我们从来做好的事 做好自己 希望尽大一个中纳模式的力量 令這個。 社会会好一点 就是社会责任的问题 有些人属于当然不是纯粹如这样的心态 就是会投诉我们 噩耳投诉 mic 要谈我们 tenir 都沒有說我們是黃還是藍的 我們純粹是說是非 就是是一個是非官 判別是非的能力 不是到處亂說人家的是非 我差點說錯了 沒關係 去回正題 現在香港又非常沒有是非官 亂造謠就不斷傳這些謠言 昨天好像還有人去太子站獻花 總虛啊 是的 還要玩夠 家撐對這件事了解一點 給家撐說一下 昨晚他們連續第九晚去獻花 不過在他之前 我不知道的時序 因為有人騷了出來有人又去了太子站 應該是燒完中環之後 有人晚上去了太子站 拆了所有東西 然後就去了這個叫做 然後昨晚又有人再去獻花 就是他們那句 拆一貼十那種策略 那種策略 你拆我 拆我連儂牆那裡貼 你拆我的花牌 現在又去獻花 但是已經有人自發去拆連儂牆和花牌 這樣咯 他們仍然都是這樣做 現在都很可怕 其實馬來賓也跟我們說 他估計八成去悼念的民眾 根本都不知道那裡有沒有死過人 第二就是連死者是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他們的策略是這樣的 他們可能已經知道是 可能是沒有死人的 但是so what 最重要是生要見人 死要見屍 你不給我交代 我就一直說你是 你怎樣給我交代 你要用一個我滿意的方法 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要不然就是繼續搞你 即使真的不是 那你就給我一個方法 那方法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不給我嗎 我繼續不停地 我繼續用這件事 去好像721一樣 不停地鑄入生命 大家留意一下 林卓廷先兩天又去搞事情 說721找人去做民事索償 這個也是神經病的 我覺得 你找地鐵公司拿一條帶出來 如果你們那些人沒有破壞 那些閉路電視他就能拿出來 問題是你們那些人已經破壞了那個閉路電視的 絕大情況下都是 怎樣都好 他至少肯用法庭 這件事我都是比較 我不會說認同他們 但是你至少肯用法庭 你做一個文明人要做的事 不是用一個野蠻方法去做 你總算突然間 可能突然頭腦清醒了 說這個世界上有法庭 我猜不到你們竟然記得這個世界上有法庭 厲害 真是你們一直都不講法庭 你們說你們不講法治的 你們不信法律的 突然間又這麼信法律 你們真是厲害 一路以來你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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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话就 我有 中法的民调结果就是 第一 这个民调是在林郑 宣布了 撤回之后所做的 第一民众认为示威者 和政府的态度 坚持诉求的态度 因为示威者 不应该让步的 38.8% 应该郭阳一 求同传异的 48.7% 还有10-20%是没有意见的 我们要争取这些人 證明了我们要争取这些人 就是应该让步 应该 政府都让了 拉回去中立模式 那个位置 应该这么说 第二 第二 就是是否同意 争取诉求时 你应和你非 绝对同意的了 就是58.8% 不同意的 要勇武的 只有8.2% 不确定的 就是31.1% 虽然已经 58.8%佔了大多数 但是 要完全揣摆这个 要暴力抗争的人 需要 我认为 是 令到我们 这个反暴力的力量 是完全孤立了那些暴力友 那些暴力友 拉去坐监也没问题 如果超过90%的话 这些极端暴力友 极端的 用任何手段 甚至是抓小孩上战场的人 那些恐怖分子 我们都说过了 是 第三 接受示威者 以何种方式抗争呢 不接受任何暴力的 是35.6% 雷射筆的 是39.8% 雨山 是33.1% 但是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引导式的问题来的 雷射筆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 实际 雷射筆 对警员的伤害 那 大家都会说不 但是 其实他接受示威者 以何种方式抗争呢 其实不需要接受任何暴力 就是35.6% 就是其实都有60%的人 好像是可以接受一些暴力 轻到暴力 轻到暴力 但是不要忘记 他汽油弹和放火的电子 不接受 他们是不断升级去尝试的 他是拆了试沙煲 他要不要 又扔软一点 又再过软一点 条线是不停停停地推的 用萧若元先生的理论 一点一点迫过去 不过是极端化了 究竟他有没有写这个选项 没有 这样 这样就不要紧了 这个其实都是有问题 我们都是力度不够 我们要做多些工作 第四样 你说 接受警方如何对待示威者 不接受任何暴力的25.3% 胡椒喷剂就41.9% 警棍就26% 加起来都是近90% 胡椒加 他的数字有些问题 刚才第三条加起来超过100% 所以他那些问题 他没有说清楚究竟他是怎样回应的 这样 其实你要看到有20%多的人 就不接受警察使用任何暴力的 这班人是傻的 25%的人就完全是 就是我认为 就是白痴的 因为如果警察 如果你的示威者 用那么大强度的暴力的时候 警察不用武力去 去指押这些暴力的话 就不行的 其实 那 警棍都是26%就差一点 因为我在外国也是看到警察 都是用警棍拗的 是狂拗示威者 而是绝对不忍守的 那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大家做多些工作 因为现在其实有个问题就是 他们那班人 每次都是有人打到被人打到爆头之后 那些文宣都出来了 那些暴民啊 不应该被人打的 但是这个世界永远都有前因后果 为什么被人打 破坏东西 破坏公民 最终破坏 我叫你停不停的 你不停又来打我 我当然要还手 难道我站在那里被你打 你当我练了金钟秀十四关 吃黑龙 没有招门 所以现在 其实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就是 我们刚才说起码一半是正常的 是 起码一半是正常的 但是不够的 这个问题就是 不敢 认为不是的 就是44.7 认为是的 就是54.2 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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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造成不变的 是太低了 因为 应该要八成以上 应该要推到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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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五成那么少 是不是 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好 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好 我们继续做好 我们继续努力 做好我们的行为 这个就是最后一点 民主普选 社会肯定 和经济繁荣 这是最重要的 第一是民主普选 70.5% 第二是社会稳定 67.7% 第三是经济繁荣 61.3% 如果照这样的比例 香港人只能认为 其实是差不多 不可以说什么 社会稳定 我认为民主普选 其实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定义 有什么叫民主普选 哪一个说的普选 有很多款的 民主普选 其实你要看 基本法答应了香港人的 都是普选 那那个普选是否接受到呢 如果大家接受到 就跟着那个方向去 是不是 所以现在就 非常困难的 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是觉得很惊人的 就是经济繁荣 和社会稳定的比例 是这么低的 应该的 我是这样认为 是因为香港 没停止过社会稳定和繁荣 当你拥有那样东西 那时候 你是不会觉得珍惜的 我也是同意你的方法 为什么会觉得民主重要 因为还没得到 就觉得珍惜 但是当大家想想 当香港是倒下来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 算了 民主普选 我们不玩了 那现在好 那现在就看 如果这样的形势 就是决策者 看这个形势 看到这个民调的决策者 我认为他们会怎么想 就是我自己是决策者 那我给那个经济再烂下去 让那个社会再烂一点 那你那个民主普选 那个诉求就会自动消失 是 那让你继续烂下去 我没所谓的 因为 因为如果决策 其实香港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的决策者 从来都是非常离地的 他完全感受不到民间的痛楚 所以民间经济痛楚 社会不稳定 对一个决策者来说 它是没关的 我如果要达到 我做到的事情 就 社会可以乱一点 我可以做到 我应该做的事情 那好了 这个民调讲完了 其实就算是 是吧 那我记得 就是说 刚才晚上到那时已经传出来 就是 警方通过医管局 最后是拿到 那个所谓把玩笑的 报告了 射精女 我经常都要说 我的说法就是射精女 把玩笑的实在 实在太给面了 他自己射爆自己的眼睛 所以叫射精女 如果听过昨晚 许刘山分析那一集 就是 他是有可能 脱下了眼罩 被人射 自己射到 因为他自己脱下了眼罩 才射到 也有可能的 而且警方是 炒车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 警方可能不怕炒车 所以才要这样做 所以 这是我们的推断 所以 这一个 我想 不过他们的文宣已经说到明了 我不怕炒车 我要 我要真相 继续暴大他 继续暴大他 即使 最后的结果 是那少女射到自己的 他们都是会利用他文宣 不停地说 说大话 因为他们已经上了一条不归路 不生路 是啊 他现在不断造谣 去继续延续现在这个运动 他起码目标 第一个目标 就是将这个运动延续到驱选 所以香港市民有心理准备 就是这些暴力行为会常态化 直到驱选 驱选就是 我认为会是第一个 会有暴力干 就是香港第一个会有暴力干扰的选举 是第一个 就是他们肯定是会搞民建联的那些旅游巴 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说 我不是教他们做 而是他们那些人 你猜到他们会怎么做 是啊 他们那些人的思维就是这样的 其实都可以想得到 他们会做些什么 譬如你车公公婆婆的旅游巴 就找两三个黑衣人去打炸场 去拍车箱 打烂了车玻璃 吓到公公婆婆的手腾脚 然后投票 连警车都敢打烂 这些旅游车怎么会不敢打烂 其实这个 这个就已经肯定到 他们实际的操作会是怎样的 所以 所以 放些钉在底 很简单 放些钉在底 你穿了就爆了太 不行了 三角钉 淘宝也可以买 这件事就要帮香港了 淘宝 又要靠国家的力量 不好意思 整天都要国家支持 就是这些东西就不要送到香港 不要卖了 你可以卖 但是不要运到香港 不要运到香港 不要运到香港 其实在内地买都不好 因为哪些人会买呢 就是轮胎店的老板 就是他的店铺附近 就不断耍这些钉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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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做的 是专业的 这里都有几家是这样的 真的 我认识的都是在外国 我认识的都是这样做的 他们在Ali Express 买这些三角钉 就周围扔 扔完之后 他在公司附近扔的 轮胎店附近扔 你扔了三角钉 保胎都保不了的 有些是恶毒到这样的 特地要你买一条新车胎的了 香港如果说真的 国家都会保护香港 我相信这些事就尽量 不要让PK做了 就是 就是 这些三角钉 就真的 真的大件事 如果他第一次 选举暴力 搞得 搞得成 的话 就 就会很麻烦 整个香港 他的活动又会延续到立法会了 因为老实说 他们 他们今天 罗范昭芬说完 那个十四岁少女的事件 他们马上走出来 就说你们造谣 你们用官员来造谣 欺压我们 如何如何 但是为什么你们又造谣 说警察杀了人 他们一向都是相证标准 现在是 是相声级的 大家将造谣 但罗范昭没有造谣 是没有造谣 他是说真话 他说的可能性 他说的可能性 但是就是因为这班人本身 因为这班人本身经常造谣 所以他看到一什么 就怕又要中造谣 他说只责人造谣 他就是其身不正 他们原本是为了斗争 将他们原本拿到的道德高地 一点一滴的丧失 这个我们一早就说了 不过他们死了 现在我已经到了一个位置 就是觉得 你们民主运动没有了都不关我事 其实本来香港有 就是 基本法答应的民主 其实是好事来的 因为 中央都是同意了 其实 这班人搞祸 这班人搞祸 就是 中央说的那些又不对 又要自己那套民主才是民主 中央说的那套是假民主 整天都是这么说的 就是污衊中央 所以 我们说扩大中央的力量都没错的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叫多些朋友订阅 我们就快要冲破这个十万大关 因为今晚之前就已经可以冲破了 那我们的广州网罪 就 未必可以六个人同事出席了 因为嘉燦刚才跟我说了 他可能都要留在加拿大 留守加拿大 不要紧的 那我们 我会另外有任务做的 我会另外有任务做给大家的 到时候我和台仰一定会去的 我相信 我现在先冲了台仰 因为其实我都没有和他商量过 我先冲定了 哈哈哈哈 我想收拾一下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真bc和你都一定要去的 好了 这一时间差不多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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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